一篇改编自《真实案件1972年》 发生在韩国江源道春川的未成年性侵案 虽然真实故事中 主要犯人于1987年被封为模范犯人而被假释 但是对于被诬陷和驱打成招的他来说 却错过了生命中最多的美好时光 终于于2013年抱汗儿终享年87岁 他的故事被改编拍成电影逼哭许多的人 他临终前的一句话 想活在没有拷问的世界上 逼哭众人 今天就让阿姐说电影来和你一起探讨 这部改编自《真人真实》的七号房的礼物 年轻女孩名叫义胜 请求一个男人帮他找多年前的一起按键卷宗 原来这个男人是他的养父也就监狱科长 养父把一摞用不包好的文件放在桌子上 然后坐在义胜旁边 义胜看着这个包裹无数回忆涌上心头 半少也说不出话来 女孩走出监狱天空正在飘雪 他抬头望向天空 此时一个断了线的黄色气球正缓缓升空 义胜不由自主地跟着他 此时气球飘到高墙的边缘时被铁丝网挂住了 义胜望着他露出了微笑 女孩首先在一间占卜店找到了卷宗上的二人 分别是神棍将万贩和助手身奉执 女孩无奈地看他们演着闹剧并配合着他们 神棍二人组仿佛是通过这种胡闹的方式与女孩徐寒 为男女孩来到教堂继续找着卷宗上的人 此时中年牧师苏杨浩正在讲台上传教 台下有一群虔诚的教徒认真听讲并跟着他一起忏悔 祷告 大浦和李浦坐在第一排 他们的表情安静祥和认真 听着苏杨浩的传教 而崔春浩则做了一名琴师慈克正 坐在台侧的钢琴旁边 女孩义胜想请各位叔叔们为他上庭作证 叔叔们也很快地答应了义胜的请求 画面一转 小女孩义胜和智商只有六岁的父亲李龙九站在商店 的橱窗外看着一只印着美少女战士的黄色书包 心想明天发工资就能攒够钱买了随着屋内电视李美 少女水冰月的动画片边唱边跳 还比出美少女战士的招牌首饰两人都玩得十分开心 这时店员过来拿走了最后一个书包 父女二人都着急起来忙跑进商店阻止店员卖掉 李龙九冲进商店 买家小女孩的母亲健壮急忙护住孩子警惕地看着李龙九 他的父亲闻声过来询问怎么回事 但解释能力有限的李龙九只会把事情越说越乱 甚至由误会演变成单方面的暴力冲突 店内乱成一团女孩拼命拉着对方不让对方殴打自己的爸爸 急得像热锅的蚂蚁 夜里医生和爸爸一起躺在床上聊天 李龙九想着办法逗女儿开心 并答应一定会给女孩买回来美少女战士书包 当作她的入学礼物 小小年纪就懂事的女孩假装不在意地拒绝爸爸的好 一 他不想爸爸为了他再次受伤 父女二人在校闹中慢慢睡去 第二天早晨天气十分寒冷 一生送爸爸出门做工 还不断叮嘱爸爸要照顾自己 交代好爸爸吃饭和喝水的事情 就像他才是那个担心小孩的成年人 两人往常一样嬉闹一番后依依不舍的分别 休息时候李龙九大口吃着面包 他从怀中取出刚发 得工资信封边数着边笑 心想今天就能买到女儿喜欢的书包了 这时他身后玻璃被敲了敲 原来是那天买走了书包的那个小女孩 女孩得知他还没有买到书包后 便提议带他到另一家书包店买 李龙九开心地跟随其后 一路上紧紧盯着美少女战士书包 还不停地尝试着去抓那书包 一个中年妇女边搓着手和气边走着 她一转过路口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跌坐在地上 她看到一个小女孩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李龙九跪在她旁边 又是拍脸亲吻又是解衣服 妇女立即大喊救命 边逃走到了晚上 一圣还坐路旁的水泥矮墙上 望着来往的车辆等爸爸回来 走下巴士的人依然没有爸爸 他脸上写满了失望与担心 他却不知此时的李龙九已经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被重点照顾了李龙九一如既往白口莫辩 外面则围满了疯狂的记者 他们是把这次的大案第一手的报道出去 第二日早晨 一圣看了看时间又回过头满脸忧虑地看了看自己和 爸爸的合照 努力伸手取下了挂在墙上 印有死了也不必担心的 这样的书包 自己把文具书本装进包里准备自己上学去 今天连老天也不忍落泪下起了雨 还是那条街 只是萧瑟的街道今天围满了群众和记者 不使警车鸣着敌呼啸而来 几个警察驾着李龙九走下警车 一时间群情激愤场面极度混乱 不知情况的义圣也顶着书包被挤到人群前面场面在 时稳定下来以后 记者们纷纷再次站在镜头前 警方现场正在进行取证 警察把一个小女孩的人体模型平躺着扔在案发现场 指挥着李龙九重复案发当天的行为 李龙九重复着救助摔倒后失去意识的小女孩的过程 却被旁边的警察曲解成各种侵犯的行为 勒脖子按胸打脸强吻脱衣服 李龙九努力解释道是血液循环 警察为了定案又说着李龙九脱裤子 说脱完裤子就可以见到女儿了 虽然他百般不愿意 但为了见女儿 他也就按照警察的引导解开了裤带 医圣惊讶地发现人们围着的是自己的爸爸 医圣跑下台阶哭喊着 跑得越来越近 想要靠近爸爸李龙九也极力向着女儿的方向挣脱 却被几个警察推嗓着 强制按上了警车 妇女二人咫尺天涯 女孩哭得撕心裂肺 视线一片模糊 在监狱的室内办公室内 李龙九和其他收容犯一同被带进办公室 站成一排 他十分紧张地看着科长双手不自然地动着 却还不忘礼貌的鞠躬问好 科长没有回应 只是严肃地审视着犯人们对他们训话 突然李龙九看见摆在办公桌上的电话 又想起要给女儿打个电话交代 他在三犹豫后决定抢夺电话 结果被警员拦下并被科长揍了一顿 狱警打开牢房里面有五个囚犯 分别是诈骗犯崔春号 通奸犯江万犯 抢劫犯身奉旨走私犯老大苏杨号和恐吓犯老徐 他们都在做着各自的事情 狱警把惊恐不安李龙九推 进来并提醒着其他人老实点 大家虎视眈眈的看着李龙九 而李龙九则呆立在门口 大伙又是叫李龙九唱歌 又是叫他敬礼的 并且都开始询问他的情况 李龙九锯了一躬 就事无巨细地开始介绍自己 但很快地 他们从李龙九的记录本中 发现了他的入狱 罪状后几人异常愤怒 开始对李龙九拳打脚踢 但念到最后一句死刑时 原本要下重手的老大苏杨号手 忽然停住了 其他人也感到气氛非常奇怪 心情忽然就沉重下去了 李龙九入狱后 小女孩就被带到了孤儿院 女孩整天都心不在焉的 他生怕爸爸找不到他 还在自己家门口 留下了字条和电话号码 监狱内午休时间 犯人们过得特别惬意 老大利用被买通后的预警配合下 帮狱友们走私一些违禁品进来 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狱内吃得开的 其中原因 但利益总是伴随着极度 危险已悄然接近他 却全然不知 在远处的李龙九 却无意中洞悉了危险 他义无反顾地 冲上前替老大挡了这一刀 经过这次的事件后 同间牢房的几个人 对他的态度有了转变 为了报答李龙九大哥承诺 答应他一个请求 问李龙九想要什么 他说出一圣两个字 一圣是什么厅的 大火一头雾水 于是在一场 在监狱举行的基督文娱表演会中 他们要进行一次活人走私 在一番他们操作下 女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 被转移到七号房了 从箱子出来的女孩 终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爸爸 父女二人相拥而起 一圣情绪十分激动地锤打着父亲 怪他怎么回事也不说一声 此时他和爸爸并不知道背叛死刑的事 此时胆小的身奉执 害怕被发现了会延长刑期 多嚷着叫玉井过来打算自首 就在最后关头 还是因为一点侧影之心心软了 大家都对这个机灵的女孩欢喜非常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原本两小时见面 因为牧师的晕倒而提前结束 父女二人虽百般不愿意 但也这是不可为 若再不离开女孩 就要滞留在监狱里了 可赶到门口时还是晚了一步 圣哥表演队已经上车离开了 于是女孩就在七号房里住下了 有时情况也是万分凶险 几次差点被预警发现 但都幸运的安然逃过 慢慢的七号房几个大叔 也不再整天板着脸 反倒因为女孩的到来 大家渐渐开朗起来 这是七号房里 从来没有过的其乐融融 很快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们听说监狱近期又有宗教活动 他们可以呈纳时把女孩送出去 但这次即使他们顾忌重施 也不灵光了 因为这次来监狱 竟然全是和尚无奈只好先撤退 同时点狱长无意中发现了一场 而同样发现的监管员 突击检查七号房 却因为李龙九的心急表情 突然俯下身去打开铁门下方的小门 崔春号两人也明手快将女孩抬起来 正当大家暗自窃息的时候 科长的脸马上出现在了女孩身后 他怒目的瞪着房间里的人 科长将监管员和李龙九带了出来 则被监管员孩子在这里那么久了 他竟然浑然不知 科长命令监管员赶紧把女孩送走 而李龙九则是接受处分 听到这么大的雨还要把孩子送走 李龙九不断为孩子求情 怕孩子淋雨会感冒 科长没有理会李龙九的恳求 反而大怒他杀了别人的孩子 却还想要见自己的孩子 李龙九在雨中不断挣扎为自己辩解 所有的犯人都跪在走廊里受罚 七号房犯人不断讨论着事情可否蒙混过去 在夜晚依旧雷声巨响 李龙九被五花大绑扔在惩戒室的地板上 不断重复着女儿会害怕 然而被送回孤儿院的义生 独自站在窗前哭泣 老是出来被义生吓了一跳 斥责他怎么可以胡乱跑出来 无奈的义生只能回到宿舍里 躺在床上小声地哭泣 监狱楼道里烟雾弥漫 李龙九被越来越浓的烟雾熏醒 科长命令所有犯人疏散到空旷的草地集合 原来是有犯人蓄意纵火 科长迅速地前往牢房 火势猛大犯人的情绪也激动 不断抱怨着为何让别人的孩子进来 却不能让自己的父亲也进来科长无奈下 只好答应 怎么知道原来对方根本没有父亲 情绪不稳定 想自杀的囚犯把汽油泼洒到四周 火焰一下子包围了整个牢房科长 试图进去救对方 却在牢房内被鹦鹉熏晕倒了 李龙九见状 二话不说 直接把挡在门口的资料柜撞开 不顾自身安危把科长救出来 科长在医疗时缓缓地醒过来 他扯掉呼吸机 身体各处缠着纱布 医生说道如果不是那个人 就得给他烧高香了 科长不解地询问是谁 此时医生拉开隔壁链子 科长见到李龙九躺在一旁 身上多处伤痕打着呼噜症熟睡 医生说李龙九为了把科长救出来 自己吸入了不少的烟雾 听说还满脸眼泪鼻涕 哭喊叫别人救救科长 医生表态自己真的很不相信 李龙九是一位诱拐犯 觉得他被人诱拐才对吧 这一系列的行为出动了科长的心 他决定对李龙九的案件进行调查 医生回到学校上课 老师看到他满心的担忧和关心 他询问医生是不是搬家了 因为他去了医生家里没有人回应 医生灵机一动就建议老师去做一个家访 还询问老师是否身份证 老师不理解的满脸疑惑的表情 医生带着班主任来到监狱大门口 班主任仰望着高高的围墙 满脸的惊讶和无奈 医生趴在探望窗口的玻璃前 焦急地等待着爸爸的到来一看到李龙九的出现 医生兴奋开心不已 医生一边兴奋地回答爸爸的问题 一边开心地为爸爸介绍自己的班主任 只听见李龙九毫无心机毫无遮掩的 直接夸奖班主任也和医生一样漂亮 班主任脸上略有尴尬的表情一时雨塞 然后李龙九一直称赞医生聪明独立 李龙九不断嗨笑着 班主任在一旁观察着妇女二人的互动 忽然墙上的提示灯亮了 探望的时间要到了 科长此时正在后视窗看着眼前的一幕 监狱警关闭了通话装置 妇女彼此大声喊着不愿意分离 科长离开后视窗心中百感焦急 科长独自坐在昏暗的办公室内 看着桌子上儿子和妻子的合照 他回想起和儿子玩乐的时光 第二天活动时间到了 李龙九闷闷不乐地蹲在地上 用树枝在地上写画着 老徐健壮就主动牵着李龙九一起活动 乍看之下更像是在照顾着一位小孩子 科长站在一旁心里想起警员告诉他 医生在医院 科长听到后就到医院去探望医生 看着虚弱的医生 科长内心不禁感到难过 孤儿院老师表态 他们已经无法照顾他了 科长猛地回头看着孤儿院老师 他也识趣地闭上了嘴巴 此时医生虚弱地开口说道 自己不愿意去很远的地方 还希望科长把自己也抓进去 科长没有说话 默默地转身离开 白天科长带领着监管员和一个警员 把一个大箱子运进监狱 只见监管员着急地反对 只见科长坚决这么做 他也只好无奈地遵从 在七号房里 苏杨浩等人在玩游戏 此时监管员忽然送来一个高点的箱子 房内的所有人都不解得困惑 只有李龙九一直开口喊着义生的名字 忽然义生从箱子里面跳了出来 李龙九喜极而泣地抱着义生 众人一脸错愕 此时李龙九带着礼物跟着警员来到科长房间 科长回来后看见李龙九 嘴巴上却坚持不是为了他 在李龙九离开前 科长忍不住问 为什么杀了那个女孩 李龙九还是一副呆呆的表情没有回答 义生坐在苏杨浩怀里看书 请求苏杨浩给自己读故事 苏杨浩因为不认识字而十分尴尬 房里的人都不断地嘲讽苏杨浩 苏杨浩一气之下抱起枕头躺下 老徐只好戴起眼睛 把义生抱在怀里讲故事 科长来到警察厅找老朋友嫖班长 并说服对方给他看李龙九的陈述书 经过几番的劝说 终于拿了一个备份 在义生的班里有一位同学带来一台手机 机灵的义生眼珠子不断打转 放学后科长来接义生 义生非常开心地投入科长怀里 回到牢房里 众人看着苏杨浩在写字 在众人的训斥下 苏杨浩终于写对了 苏杨浩给了姜万范一巴掌 义生嘟着嘴失落地看着从外面回来的申凤植 忽然义生想到了什么 从书包拿出一台手机 申凤植一看兴奋不已 马上打给生完孩子的妻子 众人一团乱窜找着线路网络 在电话电池耗尽之前 申凤植成功为孩子取了名字 休息间苏杨浩教他打拳 两人开心地在运动场上奔跑 原来李龙九的上庭日期就快到了 房内的犯人们一同 帮助李龙九重新回到之前案发当天的情景 大家努力地回忆着画面切换到案发当天 大家看明白了李龙九是无辜被牵连进来的 画面回到现实 法庭上检察官对义生的回忆提出异议 义生极力保持着平静反驳 义生坚称苏杨浩和崔春浩的话没有任何虚假 此时检察官试图挑起他们不堪的过往 苏杨浩激动地想要站起来 法官此时询问义生是否还有其他证人 义生邀请了为国效力的保安科长做证人 画面一转科长回忆中 警察局长把科长叫到办公室谈话 当科长开口想为李龙九求情时 警察局长忽然问候起他了 随着警长局长问起科长是否拥有子女 是否失去过 沉默半想的科长缓缓说到已经失去了 此时的警察局长立刻沉默了下来 回到7号房 大家不断帮助李龙九记住供词 他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学习如何表达事实 白天大家一同帮助李龙九熟悉法庭的运作 忽然监管员急急忙忙跑来告诉李龙九律师来了 律师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寻 提醒死者的父亲是一名警察局局长 律师的每一字每一句都透露出不耐烦 还威胁李龙九那个局长会伤害他的女儿 律师急匆匆地离开被科长叫住 科长试图劝说律师极力帮助李龙九的官司 李龙九戴着手铐坐在押送法庭的车上 科长为了缓和李龙九的紧张情绪帮他解开手铐 李龙九在走廊前拿着稿子念 此时一个房门打开看守员请警察局长进房间 随后带着李龙九进去房间里面 画面一转到了庭上 检察官一遍又一遍地审问李龙九 此时李龙九脑里出现了刚刚被警察局长长官的画面 还警告李龙九如果不认罪就弄死他的女儿 还要一生承受和他女儿一样的遭遇 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李龙九最终选择认罪 一旁的班主任科长和一生十分着急 此时科长向发了封事的要阻止 此时科长对律师喊话 可是律师却低头不语 一生却只能倒在班主任怀里哭泣 画面回到现实中 一生走上前将律师手上的笔摔在地上 怒术当时明白眼前的诬陷 却不愿意帮助李龙九 而验尸报告里的死因结果也被抹杀了 李龙九当时被迫写下罪状的事实也视若无睹 证词上写的类死被害人与事实相反 指纹虽然在脖子上一致 但却没有施加任何的压力 这么重要的验尸报告竟然也没有拿来作为证据 尽管他把所有疑点指出法官还是一样保持原判 一生强忍泪水继续说道 检查机关对于艺人不考虑他的情况 只针对能否定罪进行了不公平的搜查 违反了法律基本原则 利用被告智障的一点和深爱女儿的心 使他只能放弃一切只为了方便搜查机关的便利 牺牲了无辜的被告 回到李龙九被定罪的当时 在他身后的法庭两个字显得格外刺眼 当下李龙九还不忘一直求大家帮帮他的女儿一生 一生轻轻走到过去时空的李龙九身边 抱住惊慌失措的他泪如雨下 并表明自己是为了洗清被冤判死刑的李龙九才出席 画面回到过去 一生去探望李龙九诉说着日常琐事 探望的时间到了李龙九和一生告别后 坐在一生身后的科长情绪低落地看着这一切 一生被科长接到家里和妻子一起包饺子 三个人都过得非常的温馨和开心 李龙九拿着一生给他写的信 开心的首舞足蹈警员在一旁也嚷着要一起看 一生拿了一百分的考卷给爸爸看 李龙九看了更开心 同样收到女儿照片的身份值也开心得不得了 这时李龙九却说孩子长得真搞笑 此时大家都失去地躲开了 苏杨浩拿着一生给他的信用笔费力地读着 一旁的江万范实在听不下去了 扔掉手中的扫把 夺过信飞快地念完丢掉 江万范抱怨苏杨浩都读了两个小时的信了 所长站在窗前看向窗外 这时科长来汇报工作 所长无奈地说着圣诞表演比以往的多 要送的人也很多 科长的笑容凝固了他疑惑地看向所长 所长忧伤地说着李龙九行刑的日期 第二天科长来到益胜学校见班主任 班主任无奈地说需要校长同意才行 科长却直言这是最后一次了 希望班主任能帮帮他 活动场地李龙九堆了两个一大一小的雪人 七号房的大家聚在一起抱怨 为了行刑的不公平而抗议 大家回头看着天真玩着的李龙九 暗自决定要帮他出逃 商量好后大家各自行动互相配合 收集好材料后开始着手制作出逃的热气球 苏杨浩为了李龙九和大浦商量 大浦也很快地答应了 晚会开始了 大浦带着一众冲上台去参加猜人游戏 而苏杨浩等人在台下提前安排 大浦在台上尽量为苏杨浩等人争取时间 舞台上表演的序幕打开 益胜的班主任带着孩子来表演合唱 唱着益胜和其他孩子走下台 益胜来到爸爸身边牵起爸爸的手 大家边唱边和孩子做着动作来到门口 门口一打开 一个硕大的热气球出现在眼前 大家顿时开心过头地奔向热气球 李龙九抱着女儿上了热气球 苏杨浩指挥着解开热气球的绳索 监管员发现事情不对想阻止 却被众人阻拦 犯人们用尽全力阻挡预警场面一片混乱 在塔楼的一位持枪预警疑惑地发问 却被益胜天真无邪的笑容和话语给暖化 忽然热气球的绳索勾住了铁丝网而停下 看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非常的失落和难过 科长此刻的心情更是忧伤 妇女二人在热气球上平静地看着夕阳 天色渐晚一个热气球孤零零悬挂在空中 到了益胜生日的当天 也是李龙九行行的日子 大家在一起吃饭可是心情却十分沉重 李龙九还是像往常一样开心地喂着益胜 还给益胜准备了他一直以来最想要的美少女书包 此时一个生日蛋糕端了上来 益胜看到后十分开心 益胜郑重地起身说话 说完便给李龙九磕了一个头 大家心情更加沉重默默流泪 妇女紧紧抱在一起 大家纷纷落泪 却又要瞒着益胜父亲的死刑 苏杨浩拿起笔在李龙九背后写字 李龙九缓缓走着送益胜出去 科长和警员默默地跟在身后 李龙九背后写着大家刚刚的留言 满满的不舍和关爱 让科长看着失落的低下头 李龙九蹲下抱起益胜继续走 警员不忍心继续看着垂下了眼帘 大普和李普在牢房中看着李龙九走过 眼中没有以往的杀气取而代之的是悲悯 益胜天真以为爸爸就要去好地方了 不舍得和女儿告别 科长拍了拍李龙九的肩膀拉过益胜 益胜为了能看着爸爸的身影 在门口不停变换位置 一转角看到看见行刑的路上 益胜像往常一样数到三 一次又一次还是不见爸爸 于是焦急地哭喊起来 李龙九激进崩溃情绪十分激动呐喊 科长强忍泪水看着一切 李龙九求助五果再次蹲下来抱住益胜 七号房的犯人听到李龙九的喊声 都难过无奈地流下眼泪 画面切回现实 益胜泪珠滚落 时隔许久当年七号房的大家在一旁 依旧默默垂泪现场一片死寂 法官和审判人员窃窃私语 片刻后法官开口说道 诱拐女孩并奸杀证据不足 收回被告李龙九的死刑原判决 要求检察官复查李龙九无罪 当年七号房犯人紧紧相拥而起 益胜再也忍不住泪水 欣慰的于养父对视 他低下头看着爸爸的照片 抚摸着照片留下激动的泪水 益胜站在漫天大雪中 仰头看着热气球的位置 看见小时候自己和爸爸一起飘走 李龙九还不忘叮嘱着益胜 益胜目送他们远去 心中欣慰地跟爸爸告别 看完电影七号房的礼物后 被影片中展现出来的人性善良与勇气所感动 通过七个不同背景的囚犯 展现了人性中最基本的友情和信任 他们在狱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长 用智慧和勇气面对着困难和压力 孔佑所饰演的李龙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他的坚韧善良和勇气 在狱中带给了其他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 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普通人的内心世界 和一个智障人士的无奈和无助 每个人物都很有个性 有些让人讨厌 有些令人感到心疼 这种鲜明的人物形象也让电影更加生动和有趣 但是 电影也展现出了人性的丑恶面 比如预警的暴力 警察局长的威胁与陷害 让人不禁对社会的不公和残酷深感忧虑 电影通过这些画面 向我们传达了对社会现状的深深反思 整部电影节奏把控得非常好 让人不会感到枯燥或者缺少惊喜 相反 每一个情节都紧张有力 让人屏住呼吸 电影七号房的礼物 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人性的真谛 是一部十分出色的电影 值得每一个人去欣赏和感受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阿姐说电影 陆续带给您好电影 我们下一期再见 记得关注再走